记者曾建民新北报道 新北市新庄区五十一岁游信 男子疑似缺钱花用镜蒙真改念 日前锁定福寿街上一间银楼后 趁着跑去银楼后向内破坏木板阁墙 还接连数天在银楼外盯哨监视 熟料因频繁出现在店家附近 让业者起疑当场报警逮人 由男路往后承认意图心切 才会破坏后向监视器与木板墙 没想到还没得手就漏网 让他直呼真是白费功夫 警方调查有借到恐吓前科的由男 目前在工地担任临时工 三年前曾在台北市新北市新切钟表精品店后漏网被关 熟料出狱后人不知悔改 日前他疑似缺钱花用锁定新庄区福寿街上一间银楼 警方表示由男趁着凌晨民众叫少时 潜入银楼后向破坏监视器 随即以工具凿破银楼的木板隔墙 当时一旁的面摊老板走进后向拿工具 让由男吓得逃离现场 事后还跑回现场利用塑胶看板遮住铺口 将监视器装回 由男因害怕东城事发 往后几天在银楼附近徘徊观望 诡异举动反而引起业者怀疑当场报警载人 由男落网后 公称因为缺钱才想窃取银楼 没想到事前准备作业做那么足够 结果还未入内刑切就被抓 让他直呼 真是白忙一场 警方训后一切到最前将他移送法办